是叫众生的理性 是正法救助 那这个宋离就没有过失 第一最后一个问题 如何去除淫律性 这个时间呢快到了 我介绍你去念一本书 《安四全书》里面有一部分 《遇害回匡》就是讲这个问题 你自己好好去读 他另外一篇呢 《万善先知》是戒杀 《遇害回匡》是戒淫 众生呢 这个罪过这两种是最严重的 所以周恩寺对这两种事情 说得非常详细 说得非常之好 有理论 而且举许多多 这个夜阴古报的事实 提供我们做参考 应当要学习 那么这个两部分呢 我们将来也希望把它派成连学局 我们有这个计划在做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